Hello,大家好,我是杨丽 我们今天晚上去逛一下敦煌的夜市 然后那边有一个手抓肉 手抓羊肉挺好吃的 我们昨天晚上就吃了 今天晚上准备再去吃一次 真的真的很不错 还有就是有些网友给我们推荐的那个 驴肉黄面 还是什么面来着 我们没有看到 就是可能看到了也没去吃 看看这两天有时间去吃一下那个 那个什么驴肉黄面 好多人跟我们说了 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走吧 出发 现在我们走到那边去也不是很远 打车又觉得太近 打车太近就是走路嘛 又有一点点远 但是也还好 不会很远 就不到一公里 一公里不到嘛 对啊 晚上还有点凉瘦瘦的 穿两件衣服 我们现在已经到夜市了 那边有一个门更漂亮 更大 其实吧那个全国的夜市都是差不多的 烧烤一条街 你看这边烧烤一条街 各种烤羊排去穿 什么烧烤店 我们吧 我们一般到一个地方都喜欢走街串巷 这里是给游客吃的 我们不吃 哈哈哈 我们就来逛逛 你到我家吃一朵 我就家家烤鲜串的羊肉 哎呀 快走快走 给你打个马甲 哎呀马呀 太热情了 是的 为什么没人叫我们 因为 知道我们不吃是不是 对没有因为这些都给游客吃 咱们吃那种很普通的地方的地方吃 很不鲜眼的地方吃 接下来就是越过烧烤一条街 接下来就是工艺品一条街 嘿嘿嘿 是不是一无想到米不发是散过来的 极有可能 哈哈哈 那过来零次三十五了 嗯 但是我们啥也不买 哈哈哈 哦 就去看看 我们就看一看 我们上次不是买了那个吗 买了 哎这四斤不够呀 这种看一看 这个还不错 其实不是 这都是纯手术标特的吗 对啊 看得出来 这下面那些不是吧 全是全是 全是啊 不是 这两张 对 就是那两张 只剩下的多数 其他都是啊 这工程也挺大的 嗯 这个什么呀 嗯 那你丢了一把 嗯 嗯 这种手工雕刻的贵吗 像这种的话 两千以内是吧 两千六是吧 对 果然手工一 纯手工的都贵 哈哈 两千六这个 吃 嗯 嗯 这里还有点个骆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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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卖水果的 嗯 这 水果一条街 水果比较贵 我们看过了 菜场卖五块的葡萄 这里卖十块 所以我们不买 咋子了 我们现在要去吃那个 驴肉黄面 然后有一个网友 给我们推荐了 他应该是当地人 他是极力推荐的 然后加上我朋友圈 有个朋友 他也现在敦煌待过一段时间 也叫我们一定要去吃那个 所以我们现在去找驴肉黄面 这种给游客吃的地方 咱不吃 走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家 但是我们搜了 搜了只有这一个名字 应该是这一家 我们先进去看看吧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一家 进去就知道 来了来了 尝尝 哎 你好 这个驴肉可以半斤点吗 三两也可以 三两也可以是吧 他也可以 我们先要不先点个三两试试看 面大盘十六小盘十五 先点个小面吧 点个三两酱鱼肉 然后再点个小面过来 先尝尝味道 好不好 看什么吃呢 还有很多菜 先 半斤这个 然后先来 小盘大盘 小盘大盘没有区别的 差一块钱 这个就是酱鱼肉 这个就是酱鱼肉 还挺香的哈 像卤的 这很卤的味道啊 配了一份这个 配了一点蒜苗 这么小应该不够我俩吃 哈哈 应该不够我俩俩吃 我们再吃半只 没关系 先把这里吃完 再点点其他的 这是鱼肉吗 对 什么烙吃了 那个猪肉 跟牛肉差不多 不一样不一样 真不一样 真不一样 味道还不错 本来今天是吃那个 手抓牙刀 本来今天要去吃那个 东香手抓的 我们上次吃了也是很好吃 但是网友 好几个朋友不都建议来吃 这一家那个黄面吗 我们就来这里吃 这次很好吃 确实很好吃是吧 现在我们已经吃好了 点了半斤鱼肉 有一份大份的面 感觉也吃的蛮饱的 为啥呢 因为下午 下午当午吃的比较晚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都已经 9点半了快 所以 如果吃的话还能再吃点 但是 太晚了 我们就不要吃那么多 吃个 七分饱就可以了 所以 听说我们来 验证了一下 味道还不错 可以明天接着来吃 现在我们回去了 走吧 回去回去 从哪边回去啊 这边 就是这一家 搭祭驴肉黄面 是一个当地的网友吉利推荐的 还真的真的不错 离前面那个敦煌夜市也不是很远 走路的话可能10分钟 这样子 就一公里 不少一件点 哈喽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车里了 慢悠悠的走回来的 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 看到没有 现在才10点钟 反正敦煌的话 你就算你走路 穿过整个敦煌 也花不了很长时间 一个小时都要不了 所以就这样子了 等一下 现在我们到车里休息一下 洗洗弄弄 就休息了 拜拜 下期见